車內套 什麼 拿一些油腳的介紹 不然昨天都介紹一樣的車了 今天又講一樣的 是在自己家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剛好跟昨天下午都是一樣的車款 是賓士的W205二輪驅動 所以介紹內容應該會一樣 所以我就拿了不同的東西 那來跟車友們來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車主本來就有改裝很帥氣的 比較低%的避震器 但是為什麼還要裝KT 因為這台車就如同經理昨天所介紹的 它的乘坐感覺 在台灣的道路品質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就會比較墊一點點 那車主的話 剛剛跟經理聊天的時候才介紹說 它本來是開日系車 而且是日系車裡面很舒適的車款 也是台中的車友 也是台中205的車友 那之前開Artist 在中章上 140、150、160 也都還不至於會像這一台那麼的晃 那這一台其實經理也 也幫很多的車友服務過 也都有一直來介紹是它的後主擬 這台車的前懸吊系統很好 前懸吊是雙A的 後主擬其實是這台車的造門 那為什麼會這麼做 賓士也這麼大的廠 怎麼會做出讓車主覺得不OK的懸吊系統 其實不是 是在歐洲基本上的道路品質狀況比較好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做得很硬 那很硬的前提之下 在低速行駛的時候的路感回饋就會比較直接 就會覺得讓後座甚至是讓駕駛人信心 不敢再把油門往上踩 所以最主要的造門還是在後主擬 前一個世代的話是W204 它坐得很舒適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當時就是被W204 被國際的一些車評 覺得W204是不像歐系車的底盤 會比較像日系車 所以後來在205之後 賓士原廠也修正了這樣的主擬 可是修正的我自己覺得是沒有過頭 因為我是覺得我是很熱血的車主 我是覺得還好 可是對一般的車主來說 這個後主擬就覺得很硬了 但這個是原廠的嗎 不是 昨天剛好鏡頭當中有帶到 原廠的避震器是貝士燈 那這個是貝士燈的黃筒 B型號我忘記了 也是貝士燈的改裝避震器 但這個是主擬還有高低 都不能調整的版本 但是要注意一點 它的後主擬 貝士燈也了解這一點 它的後主擬已經比原廠還輕了 昨天的話 我用我的體重下壓的話 是壓不太下去 這個的話是壓得下去了 所以改貝士燈啊 就會比原廠好做一些些 但是車主還是覺得不OK 所以今天才會把貝士燈把它 替換成KT的 那也是因為有W205的車主 有幫我們KT來做介紹 有時候改了KT之後 就會比這些的避震器好做很多 所以車主就來把貝士燈黃筒把它 替換掉 那KT就 這些避震器都不會比KT好嗎 其實啊 經理如果老王賣購的話是不準的 因為一套避震器的話 有很多的狀況 譬如說這個阻尼的話 如果啦 對我比較熱血的車主來說 也許是OK的 如果要比較舒適一點的話 可能就不是很OK 所以避震器的話 選擇上還是建議啦 做高低還有軟硬 都能調整的方式啊 會一套避震器會滿足 比較多不同的車友 所以今天聊的部分 都一樣的車 所以我們就聊聊不同的部分 這是後方的桶身 這是前面的 那細節的介紹的話 昨天有介紹過了 但昨天有介紹一點 沒有補充到的就是 這台的前輪 前輪的Camper角度啊 是大概原廠不降車高啦 大概1.7度左右 所以很容易造成輪胎的內側 會磨耗的比較快 那 昨天有介紹有兩個改法 第一個是改偏心的鐵套 這個是前面上面的支臂 這個不是今天要改裝的 這個是昨天我們經理 我們自己公司的試乘車 有改到一半 但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只有拆裝到一半 這個是前面避震器 它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這邊是輪胎 這個是引擎式 這個是長這樣子的 那原廠不能調整 所以它前輪的角度 1.7度 可是 這個上三角駕 改成可調之後 這個角度可調 就能夠把原廠1.7度的角度 做得比較正 就比較不容易吃太 這個改支臂 改這個可調式的上支臂 是一個改法 那它的改法 以前在玩K8的時候 有的是會把這個可調的機構 做成一個長條孔 但長條孔有一個風險 就是萬一遇到很大很大坑洞的時候 它會跑掉 它跑掉之後 就變成要重新固定 再重新做定位 也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所以現在改良的改法 它會做成一個 做成三個位置的孔徑 做成三個孔徑 那三個孔徑就分別代表前輪 會有不同的角度 這個是其中一個改法 可是這個費用比較高 這個的話 應該大概 一兩萬塊吧 一兩萬塊左右 這個是也是台灣的品牌 另外一個改法 另外一個改法 是把這個鐵槽 改成是偏心式的 那偏心式的改法 就變成它的角度 應該會差個大概0.7度左右 這個我們沒有在做 可是這個已經有 有廠家做出專用的鐵套 把它改正這個 用偏心的方式 但是偏心的逼法 也得要準 如果逼錯的方向的話 那就好笑了 變成角度的話又不對了 所以這個 製作這個廠家 據說也有指定幾間廠家 才能夠做這些的施工 台中華經理是有認識 我們沒有做這些工程 但是台中華也有認識 如果一樣是開W205 或者是W213的車主 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幫忙介紹 那 那 店家 廠家的話 開發這個偏心的 偏心的鐵套的話 是 它的 資料是顯示 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就跟這個一樣 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如果四輪驅動的話 我就不敢確定 那二區四區的 這個局部結構 也不太一樣 KT為了做4MATIC 四輪驅動的版本 像是 C43 C43 就一律是四輪驅動的 那一個仰角 或者是GLC的車款 GLC的大致上 底盤結構 都是公用的 我KT的話 還特別做了一個 模具 開了一個模具 做專用的 鍛造的腳管 讓它的 鍛造一定會比較輕 然後 強度也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是大概其他的介紹 那避震器的話 這台車也跟昨天一樣 連輪胎 輪胎也是 輪胎18 昨天是19吋的 這是18吋 那其餘的話 大概都一樣 我們大概來鏡頭 大概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後方是 配置15公斤的 但今天的車友想要 比貝視燈 貝視燈剛剛黃桶的高度 還要想再高一點點 因為太低的話 它所有車主 經常有磨到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 車高 大概像這樣看起來 應該 昨天是半尺 大概快接近原廠的高度 好 那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前方的話 在原廠電池下方 有一個 塑膠的扣具 塑膠的扣具 是扣住 這些的油管架 還有ABS感應線 那一個扣具的話 需要從原廠電汽 把它拆下來 所以扣具的話是沿用 那其餘的話 C300是四缸 跟昨天一樣 都是配置12公斤的 那都是一樣車款 所以 昨天有介紹影片 就不再贅述了 那如果啊 車友們看到這一則直播 W205也好 W213也好 或者是同底盤的GLC 或者是GL1 KT 都有相同底盤的車子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對經理剛剛所做的直播影片介紹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